4月19号 2021上海车展 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19号 20号为媒体日 21号到28号将对公众开放 而就在昨天晚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举办的上海车展 快乐购直播活动 在展会现场精彩亮相 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我们一块来看报道 直播活动的首台车型 是由北京现代带来的 第五代图胜L 一周前刚上市 前连采用隐藏式大灯 简洁舒展 轴距超过2.7米 车内空间大 具备远程控制 碰撞预警制动等功能 售价区间在16.18万元 至20.18万元 缩短前后旋 拉大轴距 是整体的乘坐空间更大 同时我们所有的设备 采取的是下置制安装 所以说它的整体的重心更低 设计出来的产品 更加的运动更加的潮流 在上海大众的展台 兼具商务和家庭用途的 MPV微然 适合家庭出行的 纯电中大型SUV ID6X和新款图胧 一次亮相 网友在直播中下单 还有现金优惠 补贴红包等众多优惠活动 全新的图王家族 现在图王是卖的最好的 在30多万的市场上 包括智能网链 包括自动驾驶 它都有 仅仅这个电动座椅的话 就12项可以调节 蓝图是东风汽车旗下的 高端性能源品牌 此次带来的蓝图Free定位 性能及中大型智能电动SUV 把公里加速4.5秒 既有纯电款又有增程款 消除了大家的里程焦虑 预售期内预定的用户 将享有中深三电质保 中深免费充电 免费充电桩及安装等权益 目前已经升级到900公里的 这个增程式解决方案 存电的话 我们可以到505公里 电池我们是三维 这个保护的功能 能够做到 遇到突发情况下 不着火不爆炸不冒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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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